你在《青城时光》中频繁而红 你平成是一个 一跟女生牵手就脸红的人吗 如果是我喜欢的人 我一定会脸红 所以那为什么在节目中 在电视频道中 平凡脸 因为我们俩在演练人 所以我是要真情实感地去 对 因为我脸皮也不是特别厚 不可能跟一个女孩去牵手 面不改色心不跳 对吧 然后看看下一个问题 之前在剧中大多饰演的是 都是反派 当时在看剧本的时候 这些角色在身上 什么的特点让你产生了 创作欲望 这个反派和好人 哪一种更难驾驭 我觉得就是不管每一个坏人 剧中每一个坏人 都是有他们的故事的 对 没有人是绝对的坏吗 对没有人是 但是我很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因为我之前在节目当中 也有过这种 坏人的这种角色在里面 你担不担心 观众把这种对坏人的恨 转到你的身上 一眼反派角色 我觉得不担心 因为我 因为我觉得我演坏人都挺稀粉的 都挺稀粉的 哈哈哈哈 对 这是公平啊 其实你就是演好了 你就不会被骂了 就我没有演好 也不是 也不是说你没有演好 就是说 观众语玩吧 很多天胜妈 你很好玩 哈哈哈哈哈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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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待会游戏刁男一下啊 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观众 直观喜不util 无论你是反派 只要你出现在电视上 他们就会给你赢了